第三章 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异处呢? 凡事大有好处 第一,是神的圣言教着他们 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 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 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 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 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 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 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 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 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 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 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 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西里尼人都在罪恶之下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 一重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鬼诈,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 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 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 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 他们眼中不怕神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智人说的 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审判之下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他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的了 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 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 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 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 神即使一位,他就要因信成了受割礼的为义 也要因信成了未受割礼的为义 这样,我们因信费了律法吗? 断或不是,更是兼顾律法 明天发言时,我们在义长生时宣布中的国艺